半小时后 重乘机场商务机停机坪 快去吧 航线都准备好了 马上就可以起飞 嗯 走了 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 不用 我回去的消息帮我保密 明早我就回来 这边的事你盯着 行吧 那你快去快回 有事打电话 当晚九点 环夏要起的商务机 降落在南洋国际机场 一辆黑色越野车 已经等候多时 李孝下了飞机 就钻进了后座车厢 阿昌没有多问 开车直奔眼黄国际私立医院 商誉昨晚受伤住院了 不是小打小闹的伤势 住院就代表严重 九点半 李孝的手机响了 打来电话的是洛宇 他坐在后座 看着近在眼前的国际医院 想都不想就掐断了电话 李孝下车前 阿昌从前排座椅 递来了一件白大褂和医用口罩 西小姐 VIP病房已经戒严了 穿着这个应该能混进去 得益于这身白大褂 他乘坐电梯 来到了高级病房区 干什么 让开 保镖听到他的声音 顿感熟悉 还打算多问几句 结果李孝直接抬腿 也不知用了多大力气 一脚就把VIP病房大门 给踹开了 病房里 商誉并没躺下 而是坐在沙发区抽着烟 他身旁还坐着一个面生的男人 以及沈青也 望月和刘云站在茶几前 听到声音 所有人都投来了视线 商誉确实受了伤 他宽阔的肩膀 披着黑色衬衫 一条白色绷带 从他左肩 缠绕到右胸的位置 他夹着烟 慵懒地抬起眼皮 看到门口白痴灯下的纤细身影 瞳孔骤然一缩 望月和刘云原本满脸警惕 直到看见李孝摘下口罩 才懵逼地换了一声 李小姐 怎么突然回来了 如果我不回来 你打算什么时候 告诉我你受伤的事 商誉迈开长腿 走向他 伸手想拉他 但女孩却避开了他的动作 眼底阴云密布 男人的手僵在半空 他脖唇抿了抿 还是向前一步 拥住了李翘紧绷地伸去 神气了 什么伤 枪伤 子弹什么时候取出来的 金子 注意身体 我回去了 话落得刹那 在商誉微变的神色中 转身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病房 瞧瞧 商誉在他身后唤了一声 迈开长腿就追了出去 少爷 你现在不能出去吹风 早就乱 要吹风 有早就远